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是,沒錯 但你讓我把話說完先 這個世界 不讓我 用我想採取的方式 去愛每一個人 這一點令我很沮喪 在小時候 我接受到的教育 是不要跟陌生人說話 不可以說一些不得體的說話 我記得有一次 我和我爸爸在街上走 在前面有一個窮人走過來 他是黑食的 我立即就覺得他很可憐 打算在袋子裡面 扔幾個銀子給他 我爸爸阻止了我 然後拉著我向前走 他說 垃圾 真是垃圾 我爸爸就是這樣 總是會對那些 不符合他對人類價值的定義的人 稱之為垃圾 我記得後來發生的一件事 是跟我哥哥有關的 他當時已經不跟我們一起住了 那一年平安夜 他被拒之門外 因為他和爸爸叫了交 我很愛我哥哥 我希望那天晚上 他可以陪我們 但我爸爸把他攔在走廊外面 死都不讓他進入家門口 我媽媽生氣得瘋了 因為我哥哥是他和前夫生的 所以我覺得很疑惑 我們為什麼 可以因為一次爭吵 那就不愛了 又或者怎麼可以因為一次爭吵 就不想在平安夜裡 見到我們哥哥 不是只是吵架嗎 為什麼要搞到整個平安夜都不開心 哪怕是交戰的雙方 都會為平安夜停火24小時 我當時七歲的小小心靈 怎麼都想不通這件事 等到我慢慢長大 我發現阻止外流動的不只是憤怒 還有恐懼 所以我們慢慢就學會 不應該和陌生人說話 不只是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小朋友 就連成年人都是這樣 我知道打開心飛 熱切地和陌生人交流是不行的 和新意識的人交往 也要講究很多禮節 那些禮節沒有一樣東西 是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 我想要了解新意識的人的一切 我想令到他們知道我的一切 但不行 那些社交規則說我們必須等待 進入成年生活之後 有性需求了 我了解到有關性的規矩 更加死犯和嚴厲 時至今日我仍然無法理解 我發現我只不過是想愛和被愛 我只不過是想以我覺得自然的方式 以我認為好的方式去愛每一個人 但是社會就為此設定了很多的規章制度 這些規矩非常嚴厲 乃至哪怕雙方都同意相愛 只要社會不同意 這一段戀情就會被認為是錯的 然後還會受到打壓 為甚麼會這樣 到底是為了甚麼 嗯 你自己剛才也說過 恐懼 一切都是因為恐懼 是啊 但是這些恐懼是合成合理的嗎? 考慮到人類的行為 這些規章制度 難道是不適合的嗎? 例如說 有一個男的 遇到某一個年輕的女人 愛上了她 或者垂嫌她的美色 並且因此離開了她的老婆 我只不過在此舉例 這個被拋棄的女士 可能帶著小朋友 沒有工作技能 已經三十九 或者四十三歲 情況可能更加差 她已經六十四歲 而且無依無靠 而那個六十八歲的死老坑 竟然因為愛摸一個 年紀還小過她的女兒的女人 就拋棄了她 你認為 你提到的這個男人 不在愛那個六十四歲的老婆 是不是? 是啊 在她的行為上面 看起來就是這樣的 並不是 她不愛 並且想要逃離的 並非她的妻子 而是 她覺得她所受到的束縛 你真是胡說八道 很明顯 那個死老坑 就臨老入花蟲 息肉分心 老牛吃亂草 為老不尊 做所謂玩弄年輕的女人 她無法壓制住 那些幼稚的慾望 也無法守住 她對患難與共的結法之妻 所許下的諾言 很明顯是這樣的 你講得很好 但是 你所講的說話 有道理 並不意味著 我所講的說話 沒有道理 實際上 每當這種事情發生 南方 並不是不再愛她的妻子 促成這種背叛的 是她妻子 加注在她身上的限制 或者 是那個年輕女人對她的威脅 如果她留在她的妻子身邊 這個女人 將和她斷絕關係 我想要指出的是 靈魂 總是會反抗 速度 任何形式的速度 這個原因 誘發了人類史上每一次革命 不僅是那種 促使男人離開她的老婆 或者女人 突然離開她的老公 你這樣是不是建議我們 徹底廢除所有的行為規範 這樣會令到人們變得無法無天 也會令到整個社會陷入混亂 你正在提倡婚愛情 和開放式婚姻 你真是嚇到我 我從來都不提倡 或者禁止任何事情 我並不擁護 或者反對任何事情 人類 總是想要將我打造成為一個擁護 和反對的神 但是我不是那種神 我只不過是實話實說 我只是觀察到 你們創造你們自己是非對錯的標準 然後看看你們現行的觀念 是否對你們有益 是否有助於實現你們作為整個人類 作為個人的選擇和慾望 現在再來看看開放式婚姻這個問題 我不擁護或者反對開放式婚姻 你們是擁護還是反對 取決於你們想要怎樣的婚姻 想要在婚姻之中得到些什麼 你們就此作出的決定 創造了你們在婚姻這種體驗之中的身份 因為我一早就告訴你 每個行動都是自我定義的行動 無論你做什麼決定 最重要的是確保你回答的是正確的問題 例如關於所謂開放式婚姻 你的問題並不是在問 我們是否應該擁有 允許夫妻雙方 和其他人發生性關係的開放式婚姻 而是問 就這種叫婚姻的體驗來講 我的身份是什麼 我們的身份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 可以在生活最大問題的答案之中找到 就任何事情來講 相對於任何事情來講 我的身份是什麼 我選擇的身份是什麼 正如我在這套對話錄裡面 反覆提到的東西 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神啊 這樣令到我覺得很沮喪 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太過寬泛 他根本回答不到其他的問題 真的嗎 你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什麼 根據這幾本書 根據你在這套對話錄裡面 對我所講的說話 我是愛 那個就是我的真實身份 太好了 你學會了 這是正確的 你是愛 愛是宇宙間的一切 所以你是愛 我是愛 沒有不是愛的東西 那恐懼呢 恐懼是非理 恐懼是披著真相愛衣的假象 恐懼是愛的對立物 它是在你的實相之中創造出來的 這樣你才可以通過體驗 認識你的身份 在你所處的相對世界之中 情況就是這樣 假如沒有非理的存在 這樣也都沒有你 我知道是這樣 我們也都在這次對話錄裡面 說過很多次了 但是我覺得 你好像忽略了我的抱怨 我是說 我們的身份 也就是愛 一個問題的答案實在太過寬泛了 根本就不算是答案來的 所以 什麼問題都回答不到 你說它是每一個問題的答案 我說 它根本回答不到任何問題 更加回答不到 我們的婚姻 應不應該是開放式婚姻 這些這麼具體的問題 如果這一個是你的真實想法 那是因為 你並不知道愛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自從有時間開始 人類就一直很想搞清楚 究竟它是什麼 時間並不存在 是 我知道 我知道時間並不存在 那個只不過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 讓我來看看 可不可以用你的說法 來找到一些詞彙和方式 你解釋愛是什麼 太好了 這樣很好 我想到的第一個詞彙是無限 也就是說 愛是無限的 啊 我們分回到這次討論的起點 我們 好像在這裏兜圈一樣 兜圈是好的 不要怪它 繼續兜圈 繼續圍繞著這個問題兜圈 兜圈是可以的 重複是可以的 重提重申 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時我真的會失去耐性 是有時嗎 你真是太搞笑了 唉 好啦 好啦 你繼續說下去吧 愛是無限的 它沒有起點 也都沒有終點 沒有從前 也都沒有以後 愛 過去 現在 未來 永遠存在 所以 愛是永遠存在的 它是永恆的實相 現在 我們要回到 我們前面使用過的 另外一個詞匯 自由 因為如果愛是無限 永恆的 那愛 就是自由的 愛 是絕對自由的 在人類的實相之中 你會發現 你永遠在尋找愛 以及尋找備愛 你會發現 來認識和體驗你的身份和本質 你是表達生活的生活 表達愛的愛 表達神的神 所以 這些詞彙都是同意詞 請將以下這些詞彙 視為相同的東西 神 生活 愛 無限 永恆 自由 任何東西 只要不是其中之一 就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種 你是所有這一切 你遲早 會想要體驗到你自己 就是所有的這一切 你為什麼要說 是遲早的? 因為 那要看看你什麼時候克服你的恐懼 正如我所說過的東西 恐懼 是披著真相外依的假象 它是非理 唯有體驗過非理 你才可以試圖體驗你 誰想去體驗恐懼呀? 沒有人會想 你的恐懼 是其他人教識你的 小朋友體驗不到恐懼 他認為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小朋友也不會體驗到不自由 他覺得他可以愛任何人 小朋友更加不會體驗不到生活 小朋友相信他們會永遠生活下去 那些表現到好像小朋友那樣的人 他們都會認為 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傷害他們 小朋友也都不認識任何不神聖的東西 直到成年人告訴他們 那些東西是不神聖的 所以小朋友 終於赤裸身體 四周圍亂跑 擁抱每一個人 完全沒有任何顧忌 如果成年人都這樣做的話 那有多好啊? 對,小朋友可以這樣做 是因為他們有純真之美 成年人沒有辦法分到那種純真的境界的 因為成年人只有在行防之後 才會赤裸身體的 對,當然 因為你們認為 神覺得行防是不純真的事情 所以就禁止你們自由地去體驗它 是啊,這些的確受到神的禁止 原先在伊甸園裡面 亞當和夏娃赤裸身體 非常快樂地跑來跑去 後來夏娃吃了樹上面的水果 也就是善與惡的知識 之後你就懲罰我們了 搞到我們今天落得如斯下場 因為我們全部都背負著那種原罪 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你不要砌我生豬肉 呵呵,我知道 但是我總是忍不住 想去串下教會 你最好不要辣慶他們 好,我知道 那些教會的人士 沒有什麼幽默感 你又來了 說了 我剛才說到 你們人類努力想要體驗無限 永恆、自由的愛 婚姻制度是你們創造永恆的嘗試 結婚的時候 你們同意成為終身伴侶 但是這樣 根本無法催生一種 無限和自由的愛 為什麼呢? 如果婚姻是自由選擇的話 難道它不是自由的表達來的嗎? 說你就是可以和你的配偶做愛 不和其他人做愛 那不算是限制吧? 這些是選擇來的 選擇不是限制 它是自由的實踐來的 是 前提是 你們繼續選擇這樣做 必須選擇這樣做啊 那些是承諾來的嘛 是 麻煩 就是由這裡開始的 請你解釋一下 可能將來 每一天 你會明白 你體驗到的愛情關係 是非常特別的 並不是說 你會覺得某一個人 比其他人更加特別 那是指 你拿來向某一個人 展示你的愛的方式 是專屬於那個人的 你對所有人的愛 對生活本身的愛 都是專屬於那個人的 其實 你向每個 你真正愛的人 展現愛的方式 都是特別的 你無法用相同的方式 向兩個人展示你的愛 因為 你是獨特的造物 和獨特的創造者 你創造的每一件事 都是獨特的 任何思維 話語和行動 都不可能被複製 你無法複製 你只能獨創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哪兩片說話 是完全相同的 因為 它們不可能相同 創造不是複製 而做物主 只能創造 所以 沒有哪兩片說話 是相同的 也沒有哪兩個人 是相同的 沒有哪兩種思維 是相同的 沒有哪兩段愛情 是相同的 沒有哪兩樣東西 是相同的 宇宙 和宇宙裏面的萬物 都以特別的形狀存在 真是沒有其他東西 跟它相同 這件事 又是神聖的二元論 所有東西都是特別的 但是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體 沒錯 就是這樣 你手上的每隻手指 各不相同 但是 他們構成了同一隻手 你家裡的空氣 和各處的空氣相同 但是 每間房裡的空氣 是不一樣的 各自 有獨特的味道 人也是一樣 所有人是一體 但是 沒有哪兩個人是相同的 所以 你無法以相同的方式 去愛兩個人 哪怕 你努力也沒有用 你不會想要這樣做 因為愛 是對特別的人的特別反應 所以 當你向某個人展示你的愛 你的展示方式 是不適用於其他人的 你的思維 話語和行動 你的反應 真是 沒有可能被複製 你每次 只能有一種表達方式 那只不過是因為 那個令到你產生這種愛的感受的人 也是不可被複製 如果合適的時機來臨 你渴望對某一個人 作出這種特別的展示 那就如同你所說的這樣 去選擇這樣做 將你的愛說出來 宣佈它 然後要保證 你宣佈的是時時刻刻的自由 而不是持續不斷的義務 因為 真正的愛 永遠是自由的 義務 在愛的空間裡面 並沒有棲身之地 假如你認為 你決定以特別的方式 向某個特別的人 表達你的愛 是一種神聖的承諾 是永遠不可以被打破的承諾 那遲早有一天 這種承諾 將會在你的體驗之中變成義務 到時你將會憎恨它 不過 假如你不將這種決定 當成是承諾 當成是只能作出一次的承諾 而是自由的選擇 可以反覆作出的選擇 那憎恨的日子 就永遠都不會到來 請記住這個道理 神聖的承諾 只有一個 就是講出 和實踐出你的真相 所有其他的承諾 都是自由的喪失 不可能是神聖 因為自由 是你的身份 假如你喪失了自由 你就喪失了你的自我 那些並不是神聖的行為 而是 對神的洩道 對神聖的承諾 對神聖的承諾